我想她也很高級的 男警站在兩名女子中間 表情尷尬 因為要處理的 不是一般的糾紛案 那妳就這樣刪掉 那有可能已經傳完 然後再刪掉 消滅證據 紅衣女指控對方 偷拍她照片 穿白色毛衣的女子 表情無奈 她就是知名的網紅 心有禮 為什麼妳會跟她一路 妳來騷擾我的 我只叫她告訴妳 不要再來騷擾 找我騷擾 真的很煩 因為妳就為什麼去妳跟她 我今天跑來 因為只是叫她不要 叫她不要再叫妳幫我 不是跟她要幹嘛好不好 遠景證實對方沒有偷拍 紅衣女畫風一轉 案情大轉變 有如八點檔劇情 妳沒辦法答應我 她說我不要 為什麼要答應妳啊 妳沒辦法答應我 妳沒辦法答應我 沒關係 妳們離開啊 妳們離開 妳幹嘛 妳想拿自己 誰把自己拿進去 紅衣女情緒激動 口中的她原來是 心有禮的前男友 偷拍糾紛 變成感情問題 小姐 妳剛剛 太重視了 妳剛剛已經 妳剛剛就強制了 妨礙自由了 一度不給離開 遠景出面 制止對方 才沒讓事情鬧大 當時的兩人 就是在上口 狹路相逢 而紅衣質疑 心有禮用手機 頭拍照片 每場最後也變成感情糾紛 我現在要深蹲 當街造控網紅 心有禮擁有32F的好身材 是當紅直播主 臉書擁有超過十萬名粉絲 大多都是男性網友 這回被指控跟前男友 藕斷絲連 當街被攔 藉實體囚證 心有禮表示 確實有這件事情 但不願多做回應 希望不要影響當事人生活 只有兩女為了感情問題 在深夜巷弄爆發口角 無奈警察幫忙解圍 人民保姆也成了最尷尬的第三者 記者阿龜亞曼 蕭瑞山台北報導